動漫我要聽 主持人 永博 and 變過敏 發財 促進 會 佳麗姐姐 I'm a dreamer Hallelujah 歡迎來到動漫我要聽 今天是同一部作品做一整集的企劃 李長博報告 先來聊聊作品本身 跟她掀起的討論旋風 李明娜卡西 在一起沉浸在作品中眾多別具特色 又觸動靈魂的樂曲中吧 永博 請 嗯 李長博報告 現在 請大家閉上眼睛 接下來的聲音 將在你的腦海中自行性轉 想像那股感覺 yes 對不起媽媽 我搞砸了 明年起 我就會報名參加成人組的 這個世界不需要兩個優雳 要是沒那個本質 就趕快給我消失吧 笨蛋 永利 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你的教练了 我会让你在Grand Prix Finaner拿到冠军哦 我会努力成为最好吃的猪排盖范 夺得金牌就退出 只要成绩超越维克托 其他都无所谓了嘛 开什么玩笑 不准让我失望 这里才没有给猪亲的金牌 It's Chidriso 维克托 请再给我一年一起竞技的生活吧 我一定会夺得金牌的 同时身为教练跟选手 我也担心能不能回到以前的状态 这样你不拿个五连霸的话 对我就太不划算了 欢迎来到今天的李长博报告 我是李长博 雍贝亚 没想到我们电波里一向阴盛阳衰 今天总算不得不记出性转这招了 听到刚刚播放的歌曲 蠢蠢欲动的听众朋友们 应该在第一个音出现的时候 就知道今天是哪部作品的特辑了吧 首先请今天在场的李明们 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大家好 我是多希望自己可以变成 维克托 调心永利的大内 晚安 我是刚刚爽快骂出笨蛋的叮当 饰演可爱战毛 游迪欧 哈喽 我是饰演主角永利的小薇 也谢谢来串长JJ的杨子 名字都出来了这些角色 那我们就话不多说 赶快来开始介绍这部 很多方面都让人惊艳的动画 Yuli on Ice 由于主角永利跟另外一名对手 游里的名字念起来都是Yuli 所以当初在中文艺名上 着实出现许多不一致的名称 目前比较多人认同的翻译 应该是冰上的永利 我记得我之前看过最好笑的艺名 是冰上百合 因为这部在正式播出的一年前 就开始打广告了 记得那个时候看到宣传画面 我就坚定了这部追定了的决心 可是画面太少 只能看出主题是冰华 角色名字什么的都不知道 所以才会出现这种很搞笑的翻译 对 在还没有代理之前 粉丝也一度很担心 会被翻成什么冰上贵公子之类的 幸好最后还是维持原意啦 那Yuli on Ice的剧情主线 其实相当的单纯 叙述主角圣身勇力 虽然是个有相当实力的花华选手 但是却在国际滑冰总会 花式滑冰大奖赛的总决赛 因为精神不够坚定 而没能表现良好 之后她就闷闷不乐的回到故乡 甚至考虑要营退了 虽然从现实来看 23岁营退好像也不是真的太早 体力到极限的话也的确该放下了 但是呢 Yuli的状况根本不是这样啊 她是因为对自己很没有自信 所以拿不出真本事 从哪边证明呢 就是她私下模仿偶像维克托 滑冰的样子 明明就微妙微翘啊 然后呢 刚好被人拍下来放上网路 引起一阵讨论 就连维克托本人都看到啊 然后就发生了非常戏剧化的事哦 维克托突然出现在永利家的温泉 表示看了她的影片 决定要来这里当永利的花华教练 维克托本人则是因为 已经在花华界拿过许多傲人的成绩 对于今后的目标开始迷惘 而永利呢 就是她新找的花华目标 让自己的学生拿到冠军 于是两人就以师生的关系 一路互相扶持砥砺 展开一段打动灵魂深处 不平凡中又带着极度平凡的故事 听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继续为大家介绍 Uli on Ice的精彩之处 这是永利比赛使用的长曲曲目 Uli on Ice 感觉可以让人就这样一直一直听下去 就一直听 我真的就是没有在开玩笑 因为呢 网路上有看过有人把这首歌 串成一小时的版本哦 这真的很适合拿来当作业用的BGM 听了心情就可以沉浸下来 但是实际上这首音乐在剧中 可是每每让人不能自己啊 因为一旦开始参加比赛 短曲跟长曲的曲目就确定下来了 也就是说呢 不管到哪边比赛 都会听到同样的旋律 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都溜一样啊 那不会看到腻嘛 当然不会啊 因为每个角色都会一边溜 一边讲出心中的OS 就是我刚刚一开始UDO那样子 达到推进剧情的效果 而这一季当中呢 普遍受到大家的青睐的 也就是最大力推崇的第七集啦 真的 之前我们在开会讨论的时候 卡路就说 他那一集直接重复看了五次 而且每一次都落泪啊 看完第五次的时候 他就直接把卫生纸附在脸上 然后把泪吸干之后 再拿下来拍照纪念 有点感动 但是也有点恶心 可是一点都不夸张 因为我自己哭就不用说了 连我推克的男性友人 也在这一集落下男儿泪啊 真的 那段剧情是写到 永利又因为上场前压力大而紧张 维克托呢 就一直在思考 要怎么做才能解除他的紧张 可是他很难同理 你也知道天才型的人会觉得 哎呀是有什么好紧张的 对 然后维克托以教练身份 强迫永利按照自己平常的方式来输压 可是都没有效果 随着选手一个个上场 镜头也不断的带到各选手的表现 背景也播放他们比赛用的曲目 永利听到观众席传来的欢呼 就抖到不行 那维克托一个惊讶 直接把永利的耳朵捂住 大喊不要听 这声大喊 总算隔离了一切的干扰 维克托意识到严重性 打算直接下重本 所以呢 他告诉永利 如果这场比赛 他没能够站上领奖台 他就会引救辞去教练的职务 嗯 一阵静默后 永利的泪水直接滑落 吓坏了维克托 永利说 输了就会被说是我的错这种事 我早就已经习惯了 但是因为这一次还会连累你 所以我一直很不安 我一直在想你是不是其实很想辞去教练的职务 当然啦维克托就立刻否定了嘛 但是他也不知道要怎么安慰永利 所以呢永利最后终于大喊出声 你要比我还要相信我会获胜啊 什么都不说也没关系 陪在我身边不要离开 各位 就是剧情超高潮 是不是各位 顺道一提呢 这就是剧情一开始 维克托赢得第五次世界冠军的长曲曲目 陪在我身边不要离开 官方真的太会了 真的 本来我以为赛前这样吵架应该会大大影响永利的表现 结果没想到永利哭过之后反而是心情大解放 一边溜还可以一边在心里抱怨维克托 这样的描写 其实正是显示两个人之间的隔阂被打破了 维克托虽然实力坚强又是个教练 但两人之间的沟通却更显出永利心灵层面的强韧 那句维克托是笨蛋 真是打尽了我的心里 而且永利溜着溜着竟然萌生了挑战的念头 他想说不知道做到什么样的程度会让维克托惊艳 这也是很重要的心境转折 一曲结束维克托激动的奔向场边 直接扑爆永利用力给他嗯的下去 我在那一刻看到了真正的心灵融合 刚刚之所以用嗯是因为官方并没有证实到底有没有轻下去 说要留给观众自己想像 听到这边应该有些听众开始觉得又要腐了吗 其实我有朋友的确他看完就说太露骨了 这种太刻意的腐啊根本就一点都不猛 可是大家不觉得身为福福的大内今天嗯有点失常吗 哦对啊我当初在看的时候越看到后面就越觉得这根本不是辅作耶 永利跟维克托之间的情感该怎么说呢 我觉得不但超越了单纯的师徒情友情甚至超越了爱情呢 编剧九宝光狼一开始设定这样的剧情互动的时候就特别想过他说他想要创造出来的关系不是很单纯的爱情或者是友情 如果永利跟维克托其中一个是女的话剧情进展到这边观众很容易会认为啊两个人就是情侣了嘛 对不对还不赶快在一起对九宝认为那样会模糊掉他本来想要表达的东西所以才设定了两个都是男角 可能有人会说对福福来说就是两个男的也会模糊焦点啊 但是呢我在这边要真切的告诉大家 专注在画面音乐带出来的剧情的感动力吧 福福福真的不是这一部的重点哦 当然也是有福福会高兴的剧情描写啦 比如说另一个优理 优理跟奥塔别克突如其来的英雄救美画面 然后两人就被送作堆了 聊到这里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首歌曲 待会就来跟大家聊聊优理 on ice掀起了多大的旋风吧 来听我很喜欢的一首歌曲 这是JJ的短曲 Think of King JJ 上一段我们介绍了剧中最经典的场景 也提到了作品很不一样的设计 让各方的角度都能够得到满足 除了原本就是窄窄的受众 这部作品到底还引发了哪一些效应啊 我想最特别的应该就是受到职业选手的认同吧 因为花式滑冰啊 其实在运动赛事里面呢 我觉得算是小众啊 对但是优理 on ice一播出之后呢 就受到好多世界各地的滑冰选手瞩目 甚至还站出来推荐耶 像我最爱的花滑皇帝普鲁选口就是啦 他还公然在推特上面表示 大家有空可以看看这部作品哦 嗯其他也有很多选手 或是本来就在学花滑的人 纷纷模仿作品中的五部 把影片上传到网路上 而且是讲究到连外形都要跟角色一样耶 这样的cosplay真的是高难度哦 嗯当然啦这也同时让很多本来对花滑 根本就没有概念的观众 开始注意起花滑这项运动 哦日本的动漫总是可以引起这样的效应耶 像是以前的网王跟起立王一样 嗯对啊像我就是 我本来只知道日本几个有名的选手 像是浅田针鸭 与生结贤等等 而且要看呢也都是走马看花 完全不知道规则 但是看了作品之后呢 就会开始去研究什么是 后内啊后外啊 还有几转那个几周之类的 怎么计分 不过原本就是花滑粉丝的人 可能就心情复杂啦 像叮当就是这样 对啊虽然我本来就很喜欢花滑啦 可是看到这么多人变成一日花滑迷 就有一种不是很想看的心 就是也很不想join啊 因为就是这种复杂的心情 所以我到现在还没把你两S看完 找机会要把它看完了叮当 因为呢制作组在各方面都非常用心哦 像是这个滑冰比赛的桥段 我看的时候就觉得 解说员的声音 怎么这么样的自然啊 简直就像在看真的花滑比赛一样 结果之后就证实了我的猜测 他们真的是请到日本专业的播报员来录制啊 难怪那一整个听起来 看起来就超自然 对我一听就发现了 就我看第一集就发现 哎那不是那个某某播报员 还有啊我觉得这部动画很厉害的 就是他滑冰的画面 记得我当初看第一集的时候 整个大惊艳 因为真的非常流畅又华丽 因为这个动作真的很不好画了 我那时候就觉得 如果后面都可以维持这样的高水准作画的话 那应该会是该记的神作 对虽然大家都知道啊 第一集就特别讲究嘛 哪一部动画都一样啊 但是 就是尤尼卡艾斯后面的确有崩坏的场面啦 但是呢有时候剧情加上音乐还有配音的加持啊 就觉得嗯我可以略过那些瑕疵不要看 一开始啊我听到每位选手的比赛歌曲 像是P级的长曲 在里面就说是一部电影的主题曲 我就一直以为啊 现实中真的有那部电影呢 但是没有 对然后还有一些篇古典乐曲风的歌 我也以为应该只是拿原本就有的曲目来重新编曲一下 后来才知道全部都是原创的曲子耶 我个人是觉得一次写出这么多风格的曲目 又都好好听是一件很厉害的事 待会儿纳卡西会有更详细的介绍哦 嗯而且怕崩坏的话等BD就好了 对啊 或许大家都跟我想的一样啦 所以优利亚艾斯的BD销售量非常的可观 远远把同一季的其他作品抛在后面 另外也不得不提到优秀的配音阵容啊 是的 两位主角的声音表现 就跟剧中角色之间的竞争关系有点像 还真难决定到底谁配的比较好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蜂勇的永利所呈现的那股素人自然感 就是听起来真的菜菜的 但是又不完全是菜鸟 那至于周访部真的是要可爱有可爱 要性感有性感要深情有深情啊 超喜欢他突然出现的第一印象是辣的辣 你看我们提到这么多看点 宅圈的反应一定各将的热烈 甚至让人注意到一个现象 不过这部完全是这部作品的功劳啦 就是该季动画BD销售前四名的作品 全部都是女性像的 这也好像显示了这个日本动漫现在的市场取向 正在慢慢的转型哦 对像我就有宅宅的朋友住日本啊 他就常常哀好日本的安利美特 男性像分区越缩越小 甚至还开了完全就是女性像的分店 完全不意外啊 就让这股女性像的热浪持续延烧下去吧 好了因为要结尾了 来介绍一下最后一首歌 这首呢就是刚刚上一段有提到 维克托的长曲不要离开我身边 但是厉害的是这是男女对唱版本啊 为什么要男女对唱呢 因为画面呈现是最后大赛结束时 勇力跟维克托放这首表演滑 而且是双人滑呀 Oh my god 那时候我是半夜看完这集的 我整个在电脑前面压抑的尖叫 还压抑的尖叫 你很会形容 只要是喜爱作品的粉丝 看到那一段应该都跟大内的反应差不多吧 我记得卡路也说过 对啊 听完今天的节目 还没看过的听众朋友们真的去看看吧 还有记得最后一集的时候不要再半夜看 对好的 那最后我们就来听 Uli on ice 最后一集的1D Duet 离不离在側里面